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Henny 今天和大家試吃一間紅藍心開的熱狗店 就是這間Shyplin Hot Dog 這次我叫Uber East 因為它有100元優惠 所以我買了兩個餐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支持熱狗 還有第二個就是這個全店最貴的燒芝士的熱狗 你每個餐可以選擇兩樣小食 它有薯條、細薯條 它就讓你選擇 薯條要加7元 第二個就是熟米、冰波羅、汽水、可樂、雪碧等 就可以選擇兩樣 我叫了一個大薯條 然後粟米和兩個汽水 首先就試一下這個最貴的熱狗 在Uber East就是56元 不過因為那個優惠 100元優惠 所以28元就吃到兩個餐 有很多東西 首先就試一下這個熱狗 熱狗是用盒子 吃的時候就應該先撕破這條邊 現在要先撕破這條邊 這樣就方便放進口 要不然有盒子頂著很難吃到 好,撕開一口 這樣就可以把熱狗放進口 好,吃了 聞上去有點燒過的味道 因為它的邊邊有點焦 應該是被火燒過的 好多吃 現在要吃到辣子 只要吃到辣子 中間有一條很大條 旁邊有些類似肉醬的東西 有些洋蔥和辣肉醬 上面有些洋蔥 整體來說,口感非常豐富 吃到芝士、洋蔥、肉醬 裡面有些雞 所以整體來說不錯 喜歡吃熱餃就要光顧一下 再吃一盒 整體來說不錯 又是吃雞 再吃一盒 第二就是芝士 這餐是52元 就是第二季的 這餐是第二級 這餐是最好的 你會看到 裡面的香腸是比較柔的 而芝士是鋪滿整個面積的 馬上試試 上面還有些粟米 有些粟米小粒 先喝點熱水 中華的味道 這次我選擇了可樂和雪碧 我明明叫他給餐具 不過他連飲館也沒有給 所以現在就要先拿一瓶飲館 我進來吧 因為家裡的油飲館 已經用得七七八八 所以唯有用大飲館 開這個可樂 可樂來的時候應該夠冷 好適合這個 好適合這個 這個芝士液餃 一口咬下去 先壓扁它一點 這樣容易放進口 好適合這個 牛油和香味 有點酸酸的味道 和腸都配合得好 然後到這個 是粟米 試試 來到差不多滿 因為看到我才吃 整杯粟米都有醬汁 不會乾乾的 粟米也有油油香味 不會太鹹 整體都很甜 很香 很香 這個大蝦條 大蝦條要加什麼 小蝦條也不用加 看上去 那個蝦條也有點粗 試試 蝦條是軟的 而且它是沒有給你任何醬汁 有少許脆 有少許脆 邊位的有少許脆 其實它是很乾的 沒有什麼調味 正常的粟米 它是很乾 又不脆 它又沒有給茄汁 又沒有給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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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整體很乾 這個蝦條真的不推薦 它店裡雖然有幾種芝士薯條 加了醬汁 可能應該會吃 但這個味蝦條真的不推薦 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間店的熱度也不錯 你們買套餐是可以選擇粟米 和汽水 千萬不要買鹽味蝦條 因為很難吃 是很酷 隨便買的 從即入餘到有餘水 你還可以用到減100元的優惠 對 在新家伙才有 就用一次 這樣計算是20-30元,40元都會吃過一餐,很豐富的 所以推薦大家是未用UVS,那些都可以使用的 我以為買會在街下面 好啦,下條影片再見,拜拜